好,我現在按一下錄影了 然後我現在播音樂了 嗨,大家好,我是阿虹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如果你平常在家裡要自己錄影錄音 然後又想要有 有Echo,有效果器的效果的錄音方式的話 想要跟大家推薦 這一台YAMAHA HG-06的混音器 它有很多的好處 我們今天就主要是介紹就是 如果你要用Saxphone,長笛,管樂,甚至小提琴,唱歌 搭配這一台,你就可以有很好用的錄法 今天就主要是介紹這個 怎麼樣很快速的就可以開始錄音 甚至可以直播喔 那我們就開始介紹這台機器吧 這台是混音器 今天主要是介紹就是這邊可以接麥克風 然後這個麥克風 你看這是第一軌 所以它往下 這些都是控制在第一軌的 如果我今天要放半奏 我可以從這邊進入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教最簡單最快速的錄法 透過這一台 就可以很快速的達到我們的目的 首先呢就是這個YAMAHA HG-06 我們要先看一下它是吃什麼電源 基本上它可以接電腦 我們看到後面這個地方 它有這個 USB接電腦 或者接iPad 有沒有 然後這邊有個5V 如果你是這個東西 直接接電腦的電源的話 它就不用在另外外加電源 但如果你是直接要像我這樣直接載錄的話 我們就可以加個5V的電源 這個就透過這種小的USB就可以用了 它這個YAMAHA HG-06主要的機器就是 這一台 跟這條線 就這樣 這條線其實就像我們一般的印表機的連接線這樣 就這個接印表機 這個是接電腦 那我們今天 採用了呢 這個是一般一段的USB連接線 跟這個 小的USB的 這個接口 採用的電源是 就是一般我們像這種小米電源 有USB的這一種都可以了 或者是一般我們充電的 都可以當作電源 那我們就接上去 第一步就是讓它有電 那我們現在在後面這個地方接上電源 今天要教最快速的就可以直接錄影的方式 接上電源之後 我們按這個 按這個Power 有沒有看到這個燈就亮了 接上電源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接到 iPhone呢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 iPhone連接 USB的裝置 這個是Lightning 2USB 另外呢 這個是 AG06F的線 他後面不是有個 Type A就是那個印表機接口的那種USB嗎 好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接上去 好 所以第一步就是 這個是供電的 這個是拿來我們去 今天我們要連接iPhone 或者是其他手機用的 好這個接上去之後 他就是準備走數位化的 訊號 出來 所以這個Mixer的最厲害的地方是 類比的聲音的訊號進去之後 他可以數位出來給你 然後接下來 這個Mixer就會有一個 USB的接口 我們的 iPhone 接上他這個USB的這個 轉接頭之後呢 他就可以去接USB了 這個就把它接上去 然後記得 Lightning 2USB這個一定要去Apple官方的 原廠買 一般店面還找不到 你上網買很快 他第二天就寄來 速度其實很快 所以這個一定要買原廠 然後 OK 那我們接上去之後呢 所有走這邊的聲音就進到這支手機裡面 所以你今天只要是 比如說不管你是要 錄影啦 或者是他裡面還有一個叫做漁音的錄音的系統 他也都可以 錄到都是這個聲音 只有iPhone這個最厲害的地方在這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是 這樣子開始錄影之後呢 他的聲音就會從這邊進來 所以我可以接麥克風講話 我也可以接ZUX風的或者是一般的電容式麥克風 我們去收樂器的聲音 我也可以在這邊接出來 去播放CD 要用電腦播音樂 或者是你可以去接其他的手機去播音樂 在這邊混完的聲音呢 就會直接透過這個數位的方式進來到電腦裡面 那個聲音就很純金喔 我們之前也花了很多錢去 測試完出來 這個是最 最理想的狀態了啦 而且又很簡單 你也不用在電腦混音了 你就是這邊這樣一次就OK就進來電腦 你甚至Facebook打開要直播 聲音出來就是完全純金 就好像在錄音室錄的一樣囉 接下來我們就來把麥克風裝上去 那我們今天採用的是 比較簡單快速又好用的麥克風 這是一個指向型的麥克風裡面 我覺得看起來蠻順眼的一支 我初期我都會用這支來 收Saxphone的聲音 因為它是指向型的 所以它就會比較 很集中的可以收 就是Saxphone的聲音 當然周邊的聲音還是會有可能錄進去啦 所以到時候我們會帶一個耳機 好這個呢 它這邊有一個Canon的接頭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Canon的接頭 那我們就是 這個當然就不能接嘛 當然是這個 Mud的線 然後再來接這個 這個的線 這個在 很多線材都可以買得到啦 好所以我們就把麥克風接上去之後 然後 這個 這裡有Canon的三個孔 這三個孔呢 我們就把它接上去 也有一種麥克風是 像這種 單頭的 這一種呢 它不是Canon 這是6.5的 接頭 它就可以插中間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麥克風的線 單頭的6.5的 你也可以直接插 就可以講話 也可以錄喔 今天就是 有Canon我們就盡量用Canon 它的電阻值也會比較相近 剛剛那個也都可以喔 好那我們就這個三個孔的這個Canon 我們就供了對母的把它 裝上去 裝上去之後呢 基本上 我這樣講話它都沒有亮燈 它都沒有反應 因為這個麥克風呢 它需要 提供一個幻象電源 就是 加上一個Fenton Power 給它 它才有辦法作用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加48V 這個就是幻象電源 這個按下去 這個就亮了 那現在我現在講話呢 到時候聲音就有作用 它就會都進去喔 我現在講話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加48V 它 它基本上你看這邊都沒有作用 這個都沒有作用 所以這個是需要加 Fenton Power 就是幻象電源的麥克風 所以這邊就有個加48V 所以這一個第一軌 它是有 有可以接48V 這個48V 按下去 下面這個燈就亮了 亮了之後呢 我們需要讓它等一下 因為需要讓麥克風整個 充滿電荷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作動 好 那現在開始 它充滿電荷 開始 講話作動 你看 我現在講話 它這個 它這個主要 中控 主控台 跟這個單軌這邊 都會 啊 啊 好我們講話的時候 它都會已經有反應了 有燈號的反應了 好 所以 第一個我們麥克風呢 就已經把它接上去了 買這個麥克風 它就有附這個接頭 然後我們就把它接上去 因為它是比較細的 所以它就有附一個 這個麥克風的一個夾子 我們就可以 等一下我們會利用它來做測試 接下來呢 我們不是要配伴奏 錄影嗎 所以我們要加上我們的 伴奏音樂 好 所以 我等一下的聲音 是要進到這台電腦 這台小電腦叫做iPhone 可是呢 我接下來我要播一個音樂進去 因為我現在手邊沒有筆電 不然一般這個是可以接 CD player 光碟的樣子 有沒有 當然它可以調game的大小 這個 就是你按下去就是low 按下去就是high 譬如說你如果你是輸入進去的機器呢 它是 小台的 你就要把它 改成high 它這個聲音進去才會是正常 然後它的音量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個地方 有個光碟 所以它調這個音量 就是要調這一軌道 那我們今天預設就是要把它弄成是 我要播放伴奏 所以這個地方播放伴奏 這個地方我們吹susbong進來 搞定 那這個線呢 因為它有分 左右嘛 這個就L嘛 就是left 左 右就right 然後這個就分左右聲道 所以我就 我這個線就是 等一下準備就是要接 筆電電腦 或者是 比較早期一點手機 它是有耳機孔的 就都可以接這種 這個叫3.5的 所以就是兩個梅花母的 對一個3.5公的 就是這種線 所以我們今天要買的這個音源的線呢 就是 兩個梅花母的 再加上一個3.5電腦接頭這個公的 就是接頭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左聲道接上去 把右聲道接上去 接下來我們就這個要去 接我要播放音樂的裝置囉 那我現在是 拿一個我們早期的iPhone來播放 它這個因為它有一個 耳機的接口 所以我們就把它 插進去 這樣我們等一下要找音樂的時候呢 我們等一下就是透過這一條線 跟這一台機器 把音樂播進去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同時跟著音樂 然後同時跟著 我的麥克風 就是直接錄音 這樣 可是現在呢 我這樣講半天 到底裡面有沒有聲音器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呢 我們到時候要裝一個 監聽耳機 你吹下去的聲音 你當然可以裝上監聽的喇叭 就是透過喇叭播出來 這個有沒有有個喇叭的 的樣子 這個是OK的 或者是這邊也可以推出來 所以它有兩組的 這個呢 就是接我們的監聽的耳機的 那為什麼要監聽的耳機呢 因為 我等一下又要錄音 你喇叭又播出半奏的聲音 我的麥克風就會把所有的聲音都收進去 可是我只要單純你Saxphone的聲音或者是 你長笛或小號的聲音在這一軌裡面就好了 所以我希望 在空間中是沒有其他雜音 所以你這個音樂 盡量是要從你的耳機進去 這樣聲音才不會互相干擾 好那我們現在把耳機接上去 今天就是 用一般的耳機 接上這個 我們監聽的 等一下來講話看看 那我們現在講話 這個聲音就是可以進來 那這個聲音是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可以 就是 把這個耳機的聲音弄給那相機的麥克風看看 現在我們把這個耳機的聲音弄給我們這個相機 好 好啊我們用這個相機來聽看看 有音量嘛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這個聲音呢 其實是 我是用耳機呢 把那個 就是相機的 麥克風門門住 我們聽到耳機的聲音 我現在把echo打開 你就會聽到我的聲音呢 好像會有echo的聲音 這個是 compressor跟eq 這是在調音質的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按下去 聲音就基本上會比較扎實一點 那effect呢 就是主要是做回音啊 殘響的部分 然後這個是 這個的音量 那這個是整體效果 GAN 就是整體效果 這個加這個 還有整個聲音的 壓縮完音質的 的作用的大小 這個主要是這個去操控的 然後整個操控完 你如果聲音 覺得太小太大就會從這邊 接下來我們的 畫面呢 就會轉到 都是經過iPhone 進來的聲音 那我們等一下到時候會透過畫面呢 讓大家聽到裡面的聲音 長什麼樣子 接下來呢 我們要示範的就是 我這個mixer 我已經接到 我的相機了 我們等一下會 透過這個 錄一次影看看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次 聽起來的效果怎麼樣 它裡面這個eq 透過它的專業軟體 去調整 基本上我覺得 預設都已經可以不用動了 就直接錄就OK了 我們今天是要快速簡單 就能接上去就可以拍了 那我這個線呢 接到我的iPhone之後呢 我的iPhone怎麼錄 都會是這裡面的聲音 iPhone自己不錄音 他的聲音就招棒給他了 好那 我們現在把它解鎖之後呢 我們打開 我們這個 相機的這個 錄影的 我把它面對我自己 我們等一下聽聽看 他錄音的效果怎麼樣 然後 我要的麥克風呢 是這一支 這個指向性的 這個麥克風 剛好我的畫面呢 也會看到 我的指向性的這支麥克風 然後 你也會不會準備好 不然你等一下不知道要吹什麼 我的另外一支手機 這個是我的老的手機 老的iPhone 他呢 就拿來播音樂 我今天要吹的一首歌叫做 《可在你心裡的名字》 我們就 試試看 就要戴上我們的耳機 然後等一下呢 我們這樣錄影的時候 你只會聽到我Saxphone的聲音 那 那 伴奏的聲音呢 伴奏的聲音就是 會進到這個mixer 然後透過這個攝影機 錄下來 你只要透過這一台 播音樂吹 全部錄進去 而且同步喔 然後而且都有效果 然後調好我們的麥克風 錄之前可能要調個音啦 調完音之後呢 我們就調整 麥克風的方向聲音大概 可以對準我們Saxphone就可以了 通常我們是會建議就是 我們給伴奏的聲音可能要大一點 就是我們Saxphone通常都會偏大聲 所以 伴奏到時候可以再調大一點 伴奏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地方可以調大 讓它大聲一點 我們聲音才不會整個Saxphone整個蓋住 它的大小聲呢 就是 你錄一次 然後聽聽看 如果 什麼Saxphone太大 或是 伴奏太小 那就把Saxphone調小 伴奏調大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錄一次看看囉 好我現在按下錄音了 然後我現在撥音樂囉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真的是我目前看到最厉害的方法 我花了很多钱去测试的 不是只有iPhone可以录 我们用一般的那种 我的三星的手机 就是型号可能不要太低的啦 就买好一点点 它的那个 录音就 就会完全跟iPhone可以完全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以上就是这个AG06的使用 就对Soxone最快速的录音的使用方式 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对这台机器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啰 拜拜